新年,今年是苦年 公祝SJ Channel的讀者 身体健康,笑口尚开 精精神神 平平安,恭喜恭喜 过年做烧肉很简单,教大家怎么做 做烧肉就有五花腩,有肥肉,有瘦肉就非常好 另外,我们的材料就是盐焗鸡粉 搅拌均匀,放在冰箱中封干一晚 拿去焗就可以出汁 不需要拿锤子和汁都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喜欢加少许胡椒粉,非常简单 下一个工序是包保鲜纸 把肉四边和底部都包好 但头顶就不要包,用来封干肉 就是这样 放在第一格,封干它 吹干它,明天就开一局 大概吃之前的前一晚,你就要搅拌 然后封干第二天 早一天,总之前一天,你就准备定 那就OK了 那我们明天看看会否完成 好,我的烧肉已经封干了一天半的时间 看到皮面已经封立了 那就OK了 稍后就拿去焗 焗完就会很脆了 好,我们就用石纸放好 然后现在就拿去裹 焗到这样的情况 都做不到,差一点点 焗点,好看点 好,45分钟 然后就升高一格加猛火 让表面更脆 爆皮多一点 好,收门 好,我的烧肉终于出炉了 我们大概焗了一小时 皮又脆薄薄 看到它一层层 这样就要放冷一会儿才可以切 现在不切得住 那我们先放冷 那我们的烧肉就完成了 YEAH 看到这里 记得和我like,share,subscribe,和按钟仔 呀